大家好,我是Synix,为了带来Eldren的游戏开荒视频 我们上期呢是来到了这边这个魔法学院叫什么呢 雷亚卢卡丽亚 感觉像赵可令一样 这边是杜鹃教堂吗 这个萤火 算是 这是一个前进的主线内容 这期的计划呢是等于是推进我们的主线 当然在这个好像又想传送就做了萤火 在这边去做这个之前呢 我想先回基地升级一下武器 因为前几期的探索的时候 我应该是把我的这个升级的东西应该是弄得差不多了 升级武器的话好像 走那边 走那边 强化武器 失色锻造石 这个是等于是光辉蝎硬石升级的东西 这东西现在是可以升到 我有六块石头 我一共有十个了都 几的话升到加 六 然后还可以再升 这个锻造石加三 我觉得就升好了 因为目前呢 我是 我找我找不到其他武器 我比较喜欢的是那个骑枪 但是 之前我也是在想 这个骑枪如果说是按照 黑魂三代这个强忍度的一个系统来讲 又卡成一针了 如果是按照三代这个强忍度来讲呢 我感觉上可能 骑枪 我记得好像三代的那个骑枪 至少它的木下的感觉跟二代的还不太一样 而且三代的我记得那个武器是 不带 攻击的时候是不带钢体效果的 有点像这个挤 就是不带 不带钢体 但如果说这个不带钢体的话 我就感觉不出来这个骑枪跟这个挤 相比有什么 没有什么 优点 总之呢武器算是生力下级 因为之前呢是感觉上我的攻击力 可能是不太够 这跟我武器升级不够 可能是有一定的有一定关系 现在武器升下级之后的话呢 估计就是可以是把 我的这个点数是投入在生命上 因为现在感觉上有点 这个生命值有点有点不太够用 我没想到这个人居然在 我跑了他攻击射上了 你给多少剑纸 180好吧 我只是 好奇这个怪 因为他感觉是挺厉害的一个法师 我说比较一个特殊的法师怪 我想看看他给多少剑纸 这个大剑是哪获得的 我想拿一下 还是历代我都是非常喜欢那把大剑的 为什么这个能收到7000多的评价 小心奇席 这等于是我需要下吗 我可以从前面走过去 我就不跳去了 那边跳去之后 如果 往回走突然遇见一些敌人 还没有撤退的路线 这怎么这么多血 他眼睛发蓝光是一个什么效果 小心左 小心左 这边骑马还 小心左呢 那个人也是从这个墓地挖出来的吗 精神都是哪来的 我可以从这个墓地挖出来的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是一个小分支 对啊我可以是拿他回血的 这边是一个小分支 我現在好像是要斷到13來升級我的武器 這個掌握了 這個掌握了 这些怪是我对着它滚能给它滚出硬直吗 有点像三代那些破怪 我才发现一个事是他们吸我会把我的蓝吸光 我会把这些怪我发现 我是不是有一个加跳跃攻击的东西 被尽力的状态 geben人的状态 面对相当预定的状态 没有人,我正在重量会ид成四个人 不可能然后记得倒一个 不是有一个正乎的状态 没有人,我对你乱斯需要 在这边啊 我也是一 наход 然后时我们要把脸卖 在这边不懂的适合 比如做出来 我们够る 这是前进道路 这是另外一条往下的东西 另外可以把这个开开 这块正好一千的血 关木为目标 关木为目标 他好像站在一个高地是吧 人偶士兵就是他这个人 好狗 那边是这这这 这是我来的路吧 这好坑啊 我还有这个跳劈吗 我有跳劈 我跳起来还会给他弄跳出硬直 咱们 那是个回血的还是给战绩的呀 大水车 游戏异贞了 这个人居然可以连着铺两下 这个太恶心了 那是个人居然有个人居然有个人居然可怜 这个人居然有个人居然可怜 就算了 就算了 这就是什么人居然可怜 几乎CAS 就算了 是啊 这就是什么人居然可怜 好 我想知道这个地我下来之后怎么回去呢 那边回去 那边 不准备 還有狗嗎 這狗在那坐著我以為是 我以為是一個人在躺著 我是狗趴在那裏 這就是狗剛才他沒有出那個防反 他沒有連著咬我 我覺得如果這個是 AI是聰明的話或者噁心的話 我就是玩命的 發普通攻擊 這是防反不了的 我就上去打下落攻擊吧 天哪這個這怎麼 這個這是什麼情況 幻影槍這是一個投掷技能 這為什麼死了這麼多人 因此 絕對 嗯 嗯 暼的 给个萤火 到刚才看一个水车的地方了 这个还能坐着电梯坐下去 果然 所以之前有一个地儿能跳下去 是从这儿吗 但是当时 当时那个地儿跳下去 也是没法 就是没有 撤路的 那个帽电关 那是一个什么玩意儿 这是个 这队能被刺吗 这个谁告诉我说可以被刺的 我一定要试一试 我不觉得这么高的一怪怎么被刺 然后还说什么防反 你除非拿的是大盾 普通的这种中盾的话 很多攻击 除了一些轻攻击的 或者说是突刺攻击 它是没法传刀的 刚才它这个怪的 这个连击模式 你随便 弄一下打防防 肯定是会被打断的 这边就是要走这个东西了 那前边那有一个这个跳下去的东西 可能要要探索一下 在去那个地儿之前 我想先在那个上边标记一下 我比较好奇的是 我从那个地儿跳下去之后 我怎么回来呢 我反对了 哦 好 太失败了 这个这个这叫什么呀 卡丽亚骑士一套 这个4.6 这个是4 这是魔法骑士 可能是魔法防御高 但是雾面可能差点 10.4 10.6 这边连强忍度都低 3.5 我估计除非预见 可能大部分情况应该还是要看 那个物防吧 魔防感觉就无所谓了 真正预见说需要魔防的 6.6 6.6 7好吧 这个卡丽亚骑士一套 我估计是我不太 我估计应该是不太会用的 原来是这个地儿 这个就是专门设计的特别黑 然后看不见 这样没有 没有萤火是吧 我差点 我估计的这些地儿 都没被人意识过 我估计的特别是 我估计的特别是 我也估计的特别是 我估计的特别是 要用红标用的特别的特别摆 虽然是 我估计的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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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错 我估计的特别是 这东西是我可以操作的一个机关吗 等于是那边可以走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在这里 在这里 意思是这是前进的道路吗 这椅子为什么这么厉害 包抄很有用 应该是绕道吧 他的意思是 就等于是这个东西如果你走到这个地点还不下去的话 再往前走就 你就被甩下去了 这边是包抄的意思吗 我先不做了 因为杀了些敌人 前面可能是前进方向 这就是叫什么 校舍内的教室 我觉得我应该不是马 我对着这个墙应该是跳不上去的 所以我会想找到这个地点 是 lag 这个地点 是 lag 这个地点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要在这里 做这里干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沒搞懂 就一條前線道路 這為什麼感覺像是一個前面是一個通道 然後用一個書給打了 你戴的是一個兒子的面具嗎 我的天啊 鎖定這是鎖什麼上去了 這個房間內的所有物品都滾壞我不舒服 這什麼 我覺得應該不需要小心了吧 都已經好像在裏面破壞 這些人都已經追出來了 這東西又不查看了到時候應該是給那個魔法師讓他去交新的魔法 這袋沒有嚇人箱嗎 筆記5 魔力油魔力劍好吧 好吧 結晶牧羊等於是根植我要是想結晶牧羊可以在這兒發 其實火星碟應該是非常好發 之前見到一個非常多的地方 我要記著 之前在哪個地方見到有一些根植大量聚集長的一個地方 但是不太清楚是哪兒 其實這邊看看這個東西挺好挺好弄的 我可以是多多弄幾個 到時候應該是在我這塊錢欄裡了吧 這個上面好像是一個圈軸 你在這個圈軸上弄一個信息有點 我覺得你應該寫在這個地方 是情況嗎 方位 地點 一個情況 攻擊在哪裏 攻擊在哪裏 說實話 講的一般 不過 這算是 發現的第一個 無意 啊 這個會把我帶到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嗎 前無道具我怎麼回去呢 哦 這會直接摔死吧 還要再跳一遍 一個頭盔 這是這個 這是我剛才的那個還是還是剛洗的那個還是我那個跳馬的那個 這個 這我還要回去再寫一個 因為 那個東西很有可能是被被 miss 哇 可以這麼查看吧 哇 這個馬上就被評價了 這麼厲害 然後這邊再 然後這邊再 再留一個 這個 錢有 有用的道具 錢有應該是 護甲 啊 行動 是跳躍有嗎 啊 跳躍 像下指 等於是 這個面具 這有特殊效果嗎 提升智力會降低血量 這個就算了吧 提升多少 三點智力 能作為法師來講比較值 我這邊一個傻子的一個號就就算了 純肉搏的都是 這個能206個評價 這個能206個評價 哎 我以為他在面朝著我呢 他去哪兒了 這個這個人為什麼 智力這麼高 天 這個 這個轉身 而且他貼了個牆 這個就沒有辦法了 這個就沒有辦法了 哇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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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他的後面擋住 看不見 你一個人我就不怕了 哎 還是有東西的 哎呀 過來好不好 重置 你的這個騰空時間不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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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這個人 會不會再回答 如果是一個老人 你去哪兒 可以說 你的這個圖 你會不想地 你不想地 好 这一次弧的 他的那个法术打不坏 刚才那个东西 这个门 不能从这一侧打开 不过来 你是 boss 霧门吗好吧 没有东西 所以你在这是 这是什么玩意儿 不得了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地儿不应该有这么多的隐藏墙吧 这个真的是玩家是说素质越来越低吗 真的是一点意思都没有 好 红狼 我什么都看不见 底录还挺长 怎么锁不上啊 我什么都看不见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人还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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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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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个计时 不对这个计时不是之前 之前那个NPC卖的 就等于不是这个护伏 而是一个直接让你的魔法槽就 可以看右边那个角色数据就是直接是变成了三 有时候我要是再买一个呢 它会直接变成四吗 可以有八个 这一代的 怎么看呢 专注值高低影响理智度 就是说这代没有说记忆空格是不是根据属性点来决定的 而是根据那个计这个计时来决定的 好吧 这么设计倒是也还好 因为之前的话好像是如果你想学一些东西 你必须加加一些治理 其实你学的是就是都是比较初期的那种魔法 但是数量多了你也是要升很高 而且越往后 这个槽越难升 这个机制倒是也还行 嗯 这是一个刚才还给了一个成就 这是一个主要boss吗 应该算是一个主要boss吧 因为 是在主线的这个剧情里边 我估计我接下来就要开始生生生生命了 还是有点刚才真的有点虚 这这座好多感觉就是boss速度什么的都是超快的 主要是连击吧 他连击实在是太强了 上海给了什么给了个计时然后就没了 嗯 我又有一个生肉丸 我还多了一个这种也是67好吧 54 54 一记十四我这个是可以如果说加三的那个一记十我弄完之后这个可以是马上升到加十二 到一个这个卷轴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这个地区的主要boss了 可能就 嗯不是就想传送就又做萤火 把这个卷轴给了 地地内部感觉由于是不是主要boss可能就没有什么 啊 应该回去的话可能也是没有什么新的对话 there you are shall we commence is that a scroll very well i'll be short never lose that 这是这个东西 会星这个应该是之前那个什么灵魂毛之类的一些东西 六道流星 三道流星 这个是正常的什么灵魂剑 灵魂匕首 灵魂巨剑 这是灵魂毛 这个12000好吧 等于是这个地方应该至少他说是什么魔法学院 所以说应该如果你是一个法师boss的话 应该算是比较比较重要的一个一个地方 可以拿到很多新的法术 这个地区好大天这个现在我是才知道这个 这个游戏的这个地图太恐怖了 像是可以回去然后这个什么圆桌厅堂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 你是学祷告的如果我在想如果我的之前那些书什么的我留给你的话会有什么效果呢 因为我把书都给你了 啊 你学交谈 所以是因为我给了你一些这些什么 好像说的叫什么 Heracy 就是一些 异端吧应该叫 是这么一个原因 所以你想离开的还是说这是一个剧情的关系 我现在是才知道你也是学祷告的 所以说以后再有书的话是可以给你 而且之前在什么地儿遇见了一个大帽子 为什么我有感觉是是在这个地儿吗 魔法阵不像啊 你是第一张图 难道是探索这个城堡的时候 好像我没记错的话 我有印象好像是在一个教堂里边 不太清楚那个人是是去哪里了 啊 这个里边有一个人要要那个钥匙 我估计都交谈一下吧 可能就是一些已有的NPC 你会进去什么剧情他应该会出现新的对话 嗯 这是一样的 你好像没法交谈 嗯 是你吗 是你吗 我怎么感觉上这个人他是什么半月还是什么 说他不是半神他的这个什么符文还是个什么东西是在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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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里面 你的话就等于是我可以直接这边多买一个记忆控格 这是这是一个被动的物品 别东西应该都是一样的 这下边 死人倒是很多 但是会会有新的东西吗 我觉得 哎 你这个大帽子 啊 we meet again after all I apologize for any offense given by my bearing but I'm quite unable to move you see so what do you need 你这为什么还 就下半身是是是苍蝇吗 然后这个长出来的这两个处须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啊 学习战计 啊 you defeated godric and claim yourself a great rune 嗯 looks like we both got what we wanted out of storm vale didn't we well done friend something to mark the occasion go on take it 加巴 啊 不会吧 as you might have guessed i still can't move my fighting days are behind me no need to be polite i've no use for it anymore ah so you've met d d is an old friend we found ourselves journeying together for a time bound by our exploration of death but our paths have since diverged never again to cross though that's hardly an uncommon fate for two friends d was telling me that he discovered the mark of the centipede the centipede is an ancient symbol of the curse mark as long as whoever finds and uses it is not nefarious by nature then we may be able to form an alliance if only i could speak to them in person and if they were like you all the better and he found an Basket an 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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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后接着使出重 估计向前跨出 我猜这就是一个 弄一个 魔法剑 灰石魔法 就等于是 你不用 不用法杖施魔了 直接是变成武器战技 这个是什么意思的 卡帝大剑 皇帝大剑 向前挥舞蓄力 可以提升威力 转啊转 就等于这些是 变成战技了 原来好像是魔法 这种意思 这个椅子可以弄坏 所以说它不会坐人 但你好像没坐椅子上 你坐了个 不太清楚 你坐在什么上面 这个地方也没法攻击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你是地 你是地 啊 are you acquainted with a man named Roger you know the piteousf fellow hiding away on the balcony he was a formidable spellblade in times past don't let his easy air deceive you he was wise beyond his years stout of heart and clear of mind no more though you see him now ravaged by 被雞皮疙瘩 自尷尬 像他已經半死了 我沒盡力看 拿好壞習慣 朋友 這是你下班 當你禁止的那些活在死 當 Growing愛卻不停 它們被雨掉了 破壞他們 好吧 这还有新的对话吗 没有了 还要是来看了一下 你是要离开是吧 你要离开之后 我给你那些东西呢 怎么学呢还 这些是我应该是 材料不够 这个是灵魂不够 67我的专注值是68 好吧 你有新的对话吗 没有 锻造13 我需要三块 这个东西是什么 锻造13 这个东西已经加8了 天哪 我这个东西多少 这是加7的 这是一把刺剑 灵巧加成的一个东西 我可能这些地方 我都要再逛逛 是不是 但我不觉得 我有遇见一些 其他的NPC的 或者说是我遇见的NPC 可能他们都没有说 是我要 就是要回来 而且这个前面 是那个石像鬼的房间 我不觉得说 有NPC会 给这个石像鬼 给挡住 给这个石像鬼给挡住 像这个睡觉的这个人呢 我的血量还是 是 这等于是我不太清楚 这个人除了给你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降血量 还有什么其他的价值 消耗专注值提升 反正我现在使了这个强忍住的东西 我终于是可以恢复成黑魂一代跟二代的 这个强忍度了 然后你 应该是都已经 对话过了 我说是没有新的对话 好吧 这样至少是 就等于是又多探索了一下 相当于是有 还是有收获的 其实如果这么说的话 其他的NPC呢 这个人之前应该是给过卷轴 所以没有新的对话 还有其他的人 其他NPC应该是有一些商人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对话 之前商人好像我记得 这个物林废墟 它有一个 这个废墟上面有一只狼 好像我需要是对他进行一个 吼叫的一个知己动作 然后有人留言说是商人 这个商人是没有 就是我还从他那专门买些东西 我看是不是你需要花多少灵魂 然后至少花够多少灵魂 他会教你这个指定动作 好像是没有 还有其他的商人吗 总之是这个地方 肯定是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地方 可能是还是有商人 商人还是蛮多的 我不太清楚 这个附近有没有商人 这个附近呢 好像这儿有个商人 我记得当时我的脊是从哪买 是从这个地买的吗 但离着这个也太远了 还有什么NPC 有个罐洋葱的东西 它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它的任务线 我觉得应该是我还没有接触 这边这个地图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没有关系 然后那边那个大帽子魔法师的这个东西 应该是已经没有 就是已经给他送回这个圆桌厅了 这边那个好像是什么条灵的那个人 也是给他送过来了 这个人可以跟他对话一下 我觉得这些东西我可能就是 现在这期时间应该是比较久了 我可能 总之先传出来 4点时间呢 可能是弄一个清单或者是任务目标什么的 应该是有这个是这个刺剑 然后可能是一些NPC的对话 至少这个人的对话 我要要做一做 因为他是目前我是获得了那个这个钥匙了 其他的就没想不到什么特殊的 还有一个是这个地方当时入侵 然后有一个人来帮我们 当时那个人不太清楚 这个龙溪废墟 应该是他好像一开始在龙溪废墟 好像一开始在这个地方 打完龙之后有了一个对话 然后后来在这儿入侵 总之好像这个地儿还 这个地儿遇见是那个什么野兽祭司的那个人 他现在是在 在这个圆桌 我们的基地里 总之需要对话的东西还蛮多的 到时候是下期再说 这期就录在这儿了 也是非常喜欢 我们下期见